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一开学的时候 看过了开放电脑计划的架构 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这学期的主题 就是CPU的设计 当然CPU的设计还会搭配周边输出路的设计 我们要完成这样一个电脑硬体 然后接下来搭配从系统程式开始的那些主义器那些软体 形成一台完整的电脑 当然其实现在的电脑还没有很完整 预期这个学期即使教完 也没有办法做到非常非常完整 但是至少可以让各位看得出来一台电脑 应该怎么下手自己做自己设计 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这学期的主要关注的焦点其实是硬体 那这个硬体呢 可能是各位从来很少接触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硬体其实很软 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让各位去拉那个单心线 面包板 然后插电路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即使上硬体 其实也是偏向软体的部分 但是这其实并不意外 因为现在除了你做机器人之类的以外 你要真的去插那些东西其实机会很少 为什么 因为CPU不是这样设计 CPU就是用我们所说的这种 模式在设计 你不可能说我用面包板插出一颗CPU 还32位元的 那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你可以插出一个8位元的CPU 那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 通常我记得大概20年前很多人喜欢插那个4位元的CPU 那4位元能做什么事呢 其实是很困难 那但是 但是你要用面包板插 大概要插到4位元就已经线路 就已经很复杂 那你要插到8位元或32位元 那就除非你真的很很强 都不会出错 否则是不太可能 OK 那我们既然是 其实是用一种软体设计的方式在设计CPU 所以你一直看到现在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就是像iClouds Vlog 这是语言 这是工具 OK 那Quartus 2 这个是说当你要烧到FPGA的时候要用的软体 那D1270呢 是一块板子 就是你用Quartus 2可以把它烧到D1270 其实有很多系列 Aterra的所有系列都是用Quartus 2来烧的 OK 那这部分 我们之后会给各位看我们自己示范的录影 那上礼拜我们所看到的是组合逻辑 那我们一路上从 多工具我们没讲 我们直接跳掉 我们就从全家气开始讲 不过其实全家气 被我放在第二章的内容 然后呢 上礼拜我们看到了四位元的加法器 OK 四位元的加法器 那我们有写了一个Aterford的程式 利用全家气 四个全家气都出来 还有印象吗 那你用四个全家气可以都出来 那你用32个全家气应该也可以都出来 只是程式变得比较长 本来四行 本来四行变32行 那其实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 上礼拜我们的加法加到后面意味 还有印象吗 加到后面意味了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只有四位元嘛 四位元表达的范围是-8到正7 结果呢 我们用5加3 5加3变8啦 -8到正7不涵盖这个范围 结果他就变负了 变负了 那这种这种是二补数的特性 二补数的特性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二补数 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要用二补数 为什么不在前面加个正负号就好 用1代表正或1代表负0代表正也可以啊 为什么要用二补数 二补数会010 我再大声一点我没有听得清楚 是 对 但是 使用0101的不一定要用二补数对吧 因为有一补数啊 一补数还有印象吗 还有不用一补数用有号数 有号数我的意思是在前面直接用一个位元代表正负 对 那这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早期的做法往往是这样 而且早期还有时候还不用二精卫 更早期是用十精卫 后来他们发现十精卫真的很难用 就发现二精会比较好用 所以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做到加把器 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采用二补数做加把器 而且几乎所有的CPU都是这样做 二补数有优点 什么优点 有没有人了解二补数的优点 二补数的一大优点就是 它的加法跟减法 二补数是用差不多的方式做的 所以你只要在加把器上面加上一个SOR杂 就可以变成加减器 或者一个NAT杂 看你怎么控制 加把器上面加一个SOR或NAT 就可以变成加减器 而且二补数 你不用去考虑符号的问题 因为它的加法跟减法的运作方式 基本上是一样 OK 补数0变1变0 之后再加个1 为什么要加那个1 加那个1 第一个让它的范围可以变大 怎么样变大呢 你想想看 如果我前面加个符号 那我0应该怎么表示 如果前面加个0或1代表正符号 那我0的表示方法就会有两种 对不对 一种是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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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种是10000000 那0000那个就代表正1 正0 1000那个代表-0 正0和-0分开了 那你的表示范围就少了1 好问题不只是在那个少1的问题 少1还容易解决 那你就要处理正符号 你一旦要处理正符号 就会相对的电路就会变得繁琐 那我如果今天呢 采用二补数 其实基本上我不太需要处理正符号 它的加和减都是用同一个模式在做 OK 那我只要取了补数就可以了 好 好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第一个要来看的是 四位元的加减器 然后呢 看完之后 我们会看四位元的快速加把器 这个帮我们前面的四位元加把器做了一个速度的改进 好 那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N位元的加把器 N位元的加把器 那N如果是32 32我也很加把器 那接下来呢 我们 可能就会看乘法器 和一位乘法器 除法器 那符点的部分我们暂时不看 我会先跳掉 等到期中卡后 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再来看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还是在组合逻辑这边 好 那上礼拜我们看到了 这部分我们跳掉 多空气 我们跳掉 我们把它移到后面的控制单元上面去 所以这个会调整 那这是上礼拜看到的 四位元加把器 大家印象吗 四位元加把器 那我们的程式就是用四个一位元的全加器 去兜出来 那当然你的线路要照这一个方式来走 就会正确 那走好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 OK 四位元加把器的Vlog程式 我们测试 你会看到 5加1是6 5加27 5加3便负8 这是刚刚讲的异位 异位 所以呢 要小心异位所造成的错误 而且这种相似一元通常也不会告诉你 有些语言他有加真错嘛 所以他可能就会告诉你 好 那有了上礼拜的这个四位元加把器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加减器 加减器怎么做呢 这里有个图看起来比较复杂一点 他是用二选一的多工器做加减器的电路 这也是一个办法 其实你用一个二选一的多工器 或者是你直接加个电路去控制NUT 或者是你用SO都可以 但是我们今天不采用这种模式 我们采用的是这种模式 更简单的做法 用SOR杂去控制B是否要取补数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跟刚刚的图几乎一模一样 跟刚刚的 这个 是不是几乎一模一样 只差在B B0,B1,B2,B3 多加了个什么呢 B0,B2,B1 B0,B1,B2,B3 多加了一个SOR杂 有看到吗 多加了一个SOR杂 做什么用呢 这里有一条线叫做OP OP就是运算 那因为这个是加减器 所以这个OP只有一条 那这个OP当它是0的时候呢 就代表我们要做加法 当它是1的时候呢 就代表我们要做减法 好 那你可以想想 当它是0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如果OP是0 这个境外会是多少 0嘛 对不对 理所当然 OP是0 这里接进来当然是0 那OP是0 这边接进来是0 所以B0会被反向吗 以SOR而言 1SOR0是对吧 1SOR0是1嘛 对不对 0SOR0是0嘛 所以根本没变 根本没变的结果就是说 那如果OP是0 那如果OP是0 我做的就是原来的加法 没错 那如果OP是1呢 如果OP是1 我们稍微思考一下 这边如果是1 那1SOR1会是多少 0对反过来 0SOR1呢 1 所以还是反过来 所以当OP是1的时候 B会被反向 也就是B0会变成B0bar B0会变成B0bar 就反向 那而且呢 当OP是1的时候 这个净位C0会是1 那这个作用是什么 补数 对 而且是几的补数 二补数 对不对 二补数不就是把那个东西给反向 然后再加1 就变他的二补数嘛 然后呢 当我取完二补数之后呢 就直接做加法就对 对不对 因为二补数取完之后 加法电路对二补数完全不用修改 就可以运作 所以就这样子做 你的加法器就变成了加减器 那加法器变成加减器 那你就得到了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alu 什么叫alu 对 算数逻辑单元 对 arismatic logical unit 那 算数逻辑单元 算数逻辑单元 其实在很多的CPU里面 其实它 尤其是MCU 就是微控制器 所谓微控制器 像8051 或者是像 Adreno的那个 那个里面用的那个单晶片 AVR的那个单晶片 那些通常都是都是属于简易型的CPU 微控制器 那这种微控制器呢 它通常没有资源 没有资源乘法 也没有资源除法 各位晓得吗 微控制器通常没有资源乘法 也没有资源除法 更不要说它有资源浮点数运算 没有根本就没有 所以我记得 什么时候啊 各位 各位开始做专题的 我记得去年有一组同学做专题 然后他们是做Adreno 然后接那个Android的手机 然后他们就在Adreno上面呢 写了一大堆程式码 然后那堆程式码里面呢 有用到浮点乘除运算 浮点加减乘除运算 那他们跑得很慢哦 那个程式跑得很慢 他拿来给我看 那我跟他讲说 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 Adreno的那个CPU AVR晶片呢 它是微控制器 所以它没有支援 呈法和除法 而且更不可能支援浮点数 所以 虽然Adreno上面 你可以用类似C元的东西 直接写浮点数 先告个float 然后做加减乘除 但是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各位有没有想过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它是用软体做的 比如说它有一个程式 让你可以用整数的加减做到乘法和除法 整数的加减怎么做到乘法和除法 不难哦 你从想想你小学的时候 怎么学那个乘法就知道了 学乘法是不是 先把这个一个数字跟所有的数字做乘 然后乘完之后写一排 但是二进位更简单 二进位你这边一个数字跟下面的乘 其实就是做什么 就是一的话就把整排移下来 零的话就全部填零 对不对 然后呢 下一位的时候就把移位 移位 移完了做加法 所以乘法是怎么做完的 乘法就是一堆的加法 加移位 所以只要用移位和加法 我们就可以做到乘法器 同样的除法怎么做 一样 也是移位减法 减法呢 在二补数 就是用加法做的 所以没差 就是用这个加减器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你只要移位 然后减法 就可以做到除法 移位加法就可以做到乘法 好 所以 你乘法和除法到底要用软体写 用程式写 还是你要直接烧在硬体当中 这一点你是可以考虑自行取舍 取舍的道理在哪里 取舍的道理在于说 我到底希望我电路的成本是多高 我电路的效能有多好 那如果我钱多 我就不管什么都烧进去 如果钱多 我一颗晶片我可能想卖个两三千块 那钱就真的算很多了 对不对 那我什么都烧进去没有问题 加减乘除浮点数 包含那个绘图处理器之类的 通通都给他烧进去 但是呢 如果今天钱很少 我希望一颗晶片只卖两三块 十几二十块 两三块应该是美金了 那大概二三十块 一颗晶片卖二三十块的那种东西 你会选择把乘法器 除法器和浮点数放进去吗 成本会很高 因为那个电路会变得很复杂 所以到最后那种CPU呢 或单晶片MCU 他们会用什么 软体去模拟硬体 就是说用软体去做出乘法和除法 和浮点数 所以当上学期的那组同学呢 他们写完那个程式之后 他发现 他程式跑得无敌慢哦 非常非常的慢 慢得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 用Arduino 里面宣告浮点数 然后去做加减乘除 你了解像Arduino这样的维控制器 它本身硬体根本就没有支援乘除法 更不要说是浮点数 所以他虽然可以运作那些都是用程式去写出来的 各位有没有试着曾经用加法和减法去设计出一个乘法函数 如果你有试过这种事情 你会更了解说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慢 用加法和减法设计出一个乘法函数 也就是说你用c元去写 然后呢 我只能够用加减 我不能用乘除 但是我希望你写一个函数是mulab 所以他就一步一步 建构师教学 他希望说一切都从最基础开始 所以他就一步一步 但是 建构师教学 建构师教学这个岔开的话题 建构师教学也有他很多的缺点 后来人家实施的时候 所以各位这一代 你们这一代是学建构师出来的吗 在玩 在晚几年的那部分 对 那个建构师教出来的那一批小孩 其实也有他们很多问题 因为他很多东西都一直要从头来 但是最后他说 有些极端的建构师是叫他们不要被99乘法表 那就有点太极端了 就说你一开始不背对的 我怎么样推论出99乘法表对的 但是呢 推论出来之后大家都学了 之后还是要背起来 如果建构师建构到很极端说 完全不用背 你什么事情都从头来就好 那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那这个又岔开话题了 所以类似建构师教学的那种 用加法做成法 绝对可以做得到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先把这个测试完 测试完之后 我们出议题是一语的 让各位直接马上写用加法做成法 抢头箱第一名 加第一名正确的 我们就加学期总成绩五分 应该说平时成绩加十分好了 好不好 平时成绩直接加十分 有时候平时成绩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 平时成绩加十分 那就是四分好不好 四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加减法电路怎么做 它的关键是在这个 add sub4 你看它的电路 这里每一个b都加上so 然后进位的时候 用op来控制 那你可以看到ok 我们呢 so4 然后s1 s1只是它的名字 名字不是那么重要 会不会太小 来大一点 so4 然后s1 这是元件名称 那这个是元件类型 ok 好元件类型so4 它是一个四个输入的so 好 那四个输入的so 然后呢 我的输入其中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这四条 是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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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这四条op 这四条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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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另外呢 是bop bop bop是什么呢 就是我把b给输入了 然后呢 做完 跟op做完运算之后的输出就是bop 也就是哪四条呢 也就是这四条 这四条bop bop0 bop1 bop2 bop3 ok 就这四条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些输出的bop呢 跟a做什么 做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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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个op是 是禁位 这个第三个参数是禁位 在add4里面 这个第三个参数是禁位 最后的输出是 上 总和 总和也就是这个s0s1s2s3 ok 这是上 然后呢 还有一个cout cout是哪个呢 就是这个c4 c4 会输出就变cout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元件兜起来 就形成了一个加减器 那我们就该测试一下 这个加减器到底正不正确呢 好 我们来试试看 加减器正不正确 好 那完整的程式 当然我们要从全加器开始 所以我把上次的全加器模组拿出来 然后呢 再兜出一个四位元的加法器 也是把上次的四位元加法器模组再拿回来 所以其实程式并没有 并没有新的 都是旧的 到这边才开始有新的 SOR4是我们自己写的 这个SOR4呢 它就是A和B各四位元 结果呢 是Y也是四位元 那Y呢 就等于A SORB 那这个Assign Assign可以直接把线路用等号 各位还记得吗 我们有讲过 在OS和Initial 这种区块里面 它等号的左边不可以是线路 必须要是暂存器 但是呢 Assign这一个指令可以 因为它其实只是一种拉线 Assign只是一种拉线 所以这样写是可以的 有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 AddSORB4模组 就刚刚已经看过的 那这个用一组四输入的SO 再加上一组四位元的加法器 就可以形成四位元的加减器 然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写测试程式 那测试程式 按照我们习惯C元的做法 我就用Main 这是组程式 但是事实上呢 硬体设计的组程式 跟软体设计的组程式 是有相当的差异的 软体设计的组程式 执行下去就是那个软体 硬体设计的组程式呢 基本上它 不会产生在你的产品里面 因为它只是用来测试用 OK 好所以呢 我们这个Main开始真正是组程式 但是这个组程式 其实是测试程式的 测试程式呢 我们有一个四位元的A 四位元的B 四位元的上 还有一个一条线 单一一条线的OP 单一位元的OP 还有一个输出是Cout 就是最后的进位输出 那我就宣告A sub4 通常呢 这里我们命名叫DUT 这是一种习惯 设计硬体的人的习惯 叫做Design Unit Design Unit 就是设计单元 设计单元 那这里OP 就是我们运算的那一个0或1那条线 A和B就是被加数 两个希望被加起来的数 那或者是减 因为这里是要做加减器 那上就是最后的总和 那Cout呢 就是最后那个一位的C4的那个进位输出 那一开始我把A设成四位元的0101 B呢设成四位元的0000 OP设成B0 那其实我设成0101 各位反而看不懂 这是数字多少 5啊 这是数字5 对 那这个呢 当然就是0 OK 那我们每50呢 把OP加1 这是做什么 每50奈秒呢 它会切换加减 加变减 减变加 那我们去monitor 就是就是 monitor就是观察或者是 做注释 就是monitor这个指令在Vlog里面 就是说当我monitor了之后 它有任何改变 它就会印 OK 好 那我们monitor哪些呢 OP A B 和上 而且我们会印出它的时间 S time 这个就是时间 S time 这个时间会印在哪里 会印在这里 %D 第一个%D 好 接下来呢 在100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B加1 每隔100奈秒我就会把B加1 那一直做做到2000奈秒我们才停 好 那我们就可以编译一下 编译一下这个 add sub4 然后执行看看 你会看到 50奈秒的时候呢 OP是1 1是做加法还是减法 1是做减法 0是做加法 1是做减法 5-0 那还是5吧 减0没有意义 那接下来呢 OP等于0 那A等于5B等于1 这时候呢 OP是0 所以做的是加法 5加1是6 没错 那接下来呢 OP等于1 5-1是4 也没错 OP等于1 5-2是3 没错 OP等于1 5-2是3 没错 所以呢 就这样子加 那你可以看到 当然它还是会有异味的 因为它只有4位元 所以到后面它会异味 像这里 5加3 就还是一样是-8了 因为它异味 那5-3是2 这是正确的 OK 那所以不管是加减 其实加的 加上一个负值的话 其实它是不会异味的 OK 所以大概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模拟结果 那OP等于0的时候 电路做加法运算 那OP等于1的时候 是做减法运算 这样我们就做完了一个 其实是很简单的LU 很简单的LU 那后续我们还会再看到 更多的比较复杂的LU 比如说32位元 但是你先了解一下 这种简单4位元的LU 后续你就会很容易理解 那种32位元的 OK 那我们先看到这里 各位请去试一下 执行一下这个程式 那我直接把它示范完 示范完各位需要休息 你可以直接休息 那我先示范一遍 好 那我先开一下DOS 那这个东西呢 那我们先把这个程式 AddSub4整个剪下来 AddSub4整个剪下来 然后我放在这里 然后我放在这里 习惯Vlog的档最好是副档 命名成点V 然后我用Nopay把它打开 贴上去 这就是我们整个程式 然后呢 刚刚已经讲解过内容了 所以就直接拿来编译 所以就直接拿来编译 那记得你的程式放在哪里 程式是在最后的 然后输出是在前面 好 这样子我们会看到一个 叫做AddSub4的档案产生出来 然后呢 我用VVP去执行这个AddSub4 好 你就会看到OK 我们的执行结果 5-0 5 5加1 6 5-1 4 5加2 7 5-2 5-3 5加3 意味蝙蝠8 5-3 2 5加4 一样意味蝙蝠7 5-4 1 OK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是符合我们期待的 符合我们期待 所以请各位呢 先去试试看 先去试试看 这样的程式 然后了解一下它的内容 好 OK 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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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